说起达利 很多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当说起他的产品 你可能会恍然大悟 原来是他啊 从1989年成立第一家食品厂起家 到如今拥有19家公司 29个食品饮料生产基地 年产值超百亿元 其拥有的达利元 好市点 可比克 何其正等品牌家喻户晓 从一个小作坊开始 到建立市值逾千亿元的休闲零食帝国 市值超过统一和康师傅的总和 在风起云涌的食品行业 达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前进步伐 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出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收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达利 建立在蛋黄派上的商业帝国 可能很多90后小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忆 上学前 妈妈总会在书包里给你塞两个蛋黄派 并叮嘱你饿了的时候 拿出来垫垫肚子 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你有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名字叫蛋黄派的零食里面 却没有蛋黄呢 放到现在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与 为什么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鱼香肉丝里没有鱼 一起并称为食品界的三大悬案 你可能不相信 一个小小的装在你书包里的蛋黄派 会成为一个商业帝国的起点 有人说 模仿是人类一切学习的开端 对于达利集团的老板许世辉来说 可谓是将这句话践行到了极致 与很多企业老板的半路出家辞职创业不同 许世辉从一开始便从事食品行业 从成立自己的食品厂到现在 许世辉的大半辈子时间 都在食品行业里奋斗着 1989年 许世辉在福建创立了达利的前生 辉安美丽食品厂 在物资匮乏 食品普遍散装销售的情况下 许世辉推出了第一款 拥有独立包装的美丽排饼干 精美的样式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1992年 美丽更名为达利 业务开始从全州辐射全国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到来 许世辉灵敏地嗅到了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 曾经风靡一时的传统零食日渐适危 而一些可以冲击或者消遣的休闲类食品 开始登上舞台 独具慧眼的许世辉 看到了食品行业的一个新时代 休闲食品时代正在到来 20世纪80年代末 旺旺集团以旺仔小馒头进入内地市场 统一与康师傅紧随其后 大卖方便面的同时 推出了一种休闲糕点与饮料 全国文明的益资集团 则在1984年就进入中国市场 为中国人带来了奥利奥 以口莲去多多果真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食品市场 是群雄歌剧逐鹿江湖 达利想要在四面夹击中 突出重围并非易事 很快 许世辉将眼光瞄准了 好利友的派这一食品类别 那时候吃惯了硬制饼干的中国人 被这种松软的糕点所吸引 好利友的派一度独霸市场 但是好利友定价较高 且主要在一二线城市售买 这对于收入不是很高 但是又想尝试新品种的 三四线人民可以说是非常不友好了 看准了这一时机 许世辉在模仿好利友派的基础上 推出了达利元蛋黄派 并以更低廉的价格 满足了人们的常心心理 一经推出就大受好评 当时达利元蛋黄派 你带我也带的广告语 很快传遍中国的大街小巷 蛋黄派也开始进入了千家万户 成为你我小时候的必备零食 只用了几年时间 达利元蛋黄派就反超好利友派 成为派品类的第一名 小事牛刀成功后 许世辉走上了模仿其他公司优势产品的道路 2003年推出可比克 模仿的是当时薯片市场的老大乐氏 2004年推出好吃点饼干 对标食品行业领头人益兹国际 在王老吉和加多宝 因为商标纠纷打得难舍难分之时 许世辉瞄准空档 推出了凉茶和气正 在红牛独占功能性饮料的一片天使 乐虎航空出世 分了红牛的半笔江山 纵观许世辉推出的这些产品都是紧跟行业大佬的步伐 找准时机 找对产品对其进行改良 再以低于同等产品价格的方式 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 这一路走来 许世辉用同一个套路在不同领域复制 并且都取得了成功 众所周知 山寨产品一向比不了正品的原因 是因为山寨产品为了节约成本扩大利润 导致产品质量上远不及正品 但达利公司推出的山寨品不一样 它的价钱比正品便宜 品质也和正品齐平甚至超越正品 因为如此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以复制品的身份杀出一条血路 除了产品质量过瘾外 许世辉在打响产品知名度方面也是毫不手软 代言人该请的就请 广告该做的就做 颇有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意味 达利旗下的产品虽然在各自领域大多都不是第一 但也都是行业前三的位置 合起来的利润也是很可观 或许这就是许世辉的另类打法 不需要做行业第一 只要占据行业的头部市场 也能在巨大的利益里分得一杯羹 2014年快销品行业巨变 旺旺市值蒸发了近一千亿 康师傅因劣质油事件受到牵连 统一因为顶星的问题牛油 导致产品下降 消费市场的巨变 给了本土企业发展的空间 达利稳步前进 一年后在香港成功上市 2017年达利食品的营收达到198.52亿元 净利润达39.9亿元 超过康师傅与统一的总和 2018年初市值一度突破千亿元大关 至此 在食品行业心情耕耘了半辈子的许世辉 算是交出了一份属于他的完美大卷 在2018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许世辉超过了宗庆后 成为中国休闲食品行业首富 此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许世辉和他背后的达利集团 一个以蛋黄派为起点打造出来的商业帝国 除了达利元蛋黄派沿用了达利集团的名字外 其他品牌如好吃点 格比克 何其正等 都是重新进行品牌秘密 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属于达利集团 这归因于达利所奉行的多品牌策略 不同品类选用不同的品牌 多品牌并行 稳扎稳打 即使某个品牌发生事故 也不会一损俱损 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产品的销售渠道上 达利从经销商入手 给予他们更低的出厂价 这就意味着经销商能拿到更高的毛利 因而他们更愿意推广及销售达利食品的产品 这一策略与手机行业里的Vivo OPPO是一致的 给予经销商更高的毛利 让他们更愿意去推广 更低的出厂价比率 配合跟随低价农村包围城市 是成就达利食品迅速扩张的关键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达利有自己的优势 也面临着劣势 一直以来奉行跟随策略的达利 虽然在推出的产品上更胜一筹 但是缺乏自主研制品牌的能力 最近几年 随着食品行业的发展逐渐饱和 空档也更加难寻 跟随政策似乎要失效了 所以创新和升级 就变成了摆在达利面前 必须尝试的出路 不久前在达利30周年庆典上 许世辉也提出 达利要完成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的升级 近两年来 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 达利在创新方面的动作 2017年推出了自主研发的 豆奶品牌豆本豆 2018年进军短保面包市场 推出短保达利原品质餐包 争夺千亿早餐消费市场 在2019年 达利又对旗下产品乐虎 进行了全新的品牌升级 为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转变 达利也在今年推出了 达利原水凝C 达利原柠檬茶 达利原柠檬乌龙茶系列 几年前 数家500强食品巨头 先后对达利开出丰厚的条件 要求进行合资参股 但是 许世辉不为所动 当时一位500强企业的总裁 用质疑的语气问他 仅靠你自己的力量 你有没有考虑到 来自更多企业的竞争对手 许世辉笑笑说 我没有考虑竞争对手的问题 我只考虑 怎样把自己的企业做好 我把企业做好了 谁都不是我的竞争对手 我如果没有把企业做好 到处都有我的竞争对手 达利食品的食品王国 不是一日建成的 许世辉用了30年的时间 30年 达利从全州走向全国 完成了全国布局 30年 达利相继打造了多个国民品牌 达利还在继续往前走 下一个30年的故事 也正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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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 떨어�сл agric头